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iOS 8.3的正式版 没有错 终于推出了 那这次也有新增一些新功能 有一些是AI的功能 有一些是跟AI没有关系的 那可以使用AI功能的机型呢 包含有15 Pro系列还有16全系列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新功能吧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我想要来讲跟AI有关的功能 那想要跟大家再一次提醒 如果你要打开AI功能的话 你要先把你的系统语言切换到英文 那如何切换呢 就是我们到设定 然后中文的话是一般 一般点进去呢 下面就会有一个语言 那你先把这边切换到英文之后 我们再回到设定里面 这边呢就会有一个AI的选项 你就点进来然后把它打开 那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一步有一些小问题 就是你要充着电 然后WiFi要打开 因为它要下载一些东西 包含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图像生成的App 然后还有Emoji生成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些TrackGP相关的功能呢 都必须要透过这个WiFi来下载 所以呢你可能会发现 你怎么打开了这个选项结果 还是没有办法使用那些好玩的AI功能 原因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先下载 那我前一阵子没有发现 你必须要连接点亮 它才会自动下载哦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你这边是不是有一行它会写说 它正在下载东西 下载完才可以有这样子 那第一个要来讲的新的AI功能呢 就是视觉辨识现在有增强哦 就是我们的16全系列呢 这边不是有一个视觉辨识的按钮吗 就按下去之后 它这边就是可以辨识很多东西嘛 那这一次呢18.3就是有新增 可以辨识活动 还有动物的部分 那辨识活动呢 它蛮厉害的就是它可以直接 新增到你的行事例里面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例如说我之前收到了一个邀请函 或者是一张海报上面的日期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AI视觉辨识 它就是长按 长按这个按钮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呢它就对准它 上面就会出现这个Create Event 这边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去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事例里面的画面 那大家看呢 我行事例上面就会自动出现 这一个约会 那我就点进去看一下 这边呢它会附一张照片 就是你当初看到的那个 那个邀请函或是海报之类的 它也会把它同步寄到你的行事例上面 所以就还蛮方便的 但是现在有谁 邀请是会用现实的 这种实体邀请呢 我觉得是蛮少见的 大家都蛮是线上的 所以就不知道谁会用到啦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来辨识动物的部分 就是今天你在路上 遇到一些很可爱的猫猫狗狗啊 然后你不太确定它的品种的话 就可以也用这个视觉辨识的功能 你就是把它打开 然后对准 出现了 就立刻出现 西伯利亚猫 Bangle Cat 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爆猫之类的吧 国王企鹅 国王企鹅 然后这个是 它可以辨识的出来吗 不行 这个是什么企鹅呢 非洲企鹅 你要说这个功能实用吗 好像倒也还好 就是 因为你平常就是 就已经不会遇到野生动物了 而且野生动物也不可能就是 在那边直直的让你拍 对 就是 应该不太有人会有这个机会 然后你平常可能遇到一些猫狗之类的 你就是直接问主人就好啦 你就问主人说 哦这是品种是什么 因为之前 这个功能刚发表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 哎 那你干嘛不直接问主人就好 啊你还要在那边手机 在那边对着人家拍 超级没礼貌的 所以呢 嗯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 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不太会用到的吗 很多就是可能在书上看到 或者是在电视上面看到 你想要查的话 就会蛮方便的吧 对 那再来下一个呢 要来讲到的新功能 就是通知的功能 现在有一个摘要 那之前呢 我们知道的摘要 他是会排成的 例如说早上7点跟下午6点 固定排成给你一个通知摘要 你今天不想看那么多通知的话 他就会帮你整理起来 然后再固定的时间发给你 那现在呢 结合了AI的力量 他是可以即时帮你做摘要的 就是例如说 假设呢 我今天 例如说Uber这个好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已经叠了非常多个通知 那现在有这个AI摘要的功能呢 他就会有一个封面 是用写体字的方式 告诉你说这所有的通知 大约是在讲什么 所以呢 是所有APP的通知 都可以这样子使用 就是AI会自动帮你做一个总结 然后在最上面 用写体字的方式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东西是 AI已经帮你做过整理的 所以 如果你要看详细的资讯的话 你还要再点进去看这样子 那这个功能要在哪里打开呢 首先呢 就是在有AI功能的前提之下 我们进到通知的设定 然后里面呢 现在英文版上面是写 Summarize Notifications 里面点进去就把它打开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 他大约是如何使用 大概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 然后呢 里面你还可以去选分类 例如说你就是固定 新闻跟娱乐类的 你要做这个 即时的摘要的话 你就可以点这个选项 但是 他说现在暂时没办法使用 主要是因为 新闻的关系 因为新闻这个level比较特别 就是之前有出过包 就是因为这个摘要它是AI自动去侦测 里面有哪些内容吗 所以之前就有一个 蛮大的争议 就是他自动把新闻里面的一些东西曲解 例如说 他说费德勒这个网球球王他是gay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 蛮严重的事件 所以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把新闻的这个 摘要功能先暂停了 所以就是如果有在用苹果他们的 新闻app的话 现在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摘要功能 那进来这边呢 你就是可以自己选说 你想要哪些app 帮你做这个AI摘要的部分 那我会蛮推荐大家一开始也可以就是 不用那么小心的去选取 因为我发现他有一个蛮聪明的功能 就是呢 你在通知这边有一些 如果是像line这种非常即时的讯息app的话 他其实会自动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把它关起来会比较好 他在这个通知栏就会有一个 问你说要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 那你就选就是把它关起来 那你就不会再有摘要的出现了 那如果你今天觉得哦 有摘要很烦 你还是想要一折一折 这样子看的话呢 其实你在通知这边呢 王左华他这边有个options 你里面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所以用起来算是蛮直觉的 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不过呢 现在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中文还没有办法支援 因为现在AI的部分就是只有英文嘛 那这个功能需要用到AI 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的话 也可以把它切到英文系统 但是因为我们通知都还是中文为主啦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暂时没办法使用 那AI中文的部分可能要等到4月 目前预计应该是4月对 再来下一个小小的功能改善呢 就是我们的相机控制按钮 不是之前新增的锁定对焦跟曝光吗 那现在在相机里面的这个选项 是有稍微改掉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到相机 然后里面的相机控制 里面呢他现在是改成了这个 Lock Feature跟Exposure 那他的中文呢应该会是锁定对焦还有曝光 那之前的用字有一点奇怪是什么AAF 还有AE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在玩相机 可能会看不太懂 所以现在呢 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 16全系列有的相机控制按钮来锁定 曝光跟对焦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开 那平常你在拍照的时候 用这个按钮就是轻轻按下 他就会对焦咯 他就锁定对焦了 再来下一个功能是我们在上一部 Beta3的时候已经有讲过的这个计算机的连续功能 那他的用法呢就是你今天要重复的 例如说加一个数字或者是乘一个数字的话 他现在是有这样子的功能 例如说我想要5加9乘6 那如果我想要让他一直乘6下去的话 我就一直按这个等于就好了 我就这样他就会继续一直乘6 所以呢这个功能的用法 其实就是把你想要连续处理的那个算式 放在最后面 例如说你今天要除4 一直继续除4的话 你就是可以把它加到最后面 一直按等于他就一直继续执行那个算式 这样子算是一个小小蛮方便的功能 作为下一个新功能呢 也不能算是新功能啦 就是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之前有教大家传截图的部分 在YouTube上面可能还没有讲过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对网页传截图的话 你就是先先截图嘛 然后呢你把它点进去 他在右边这边有一个整页 那整页这边呢 他其实就会显示这个网页全部的版面 然后你就可以用裁切 然后去截你要的长度 他就不是一般的一般整页样子的长度 他就是可以截任何你想要的长度都可以 就是非常的方便 那现在呢就是这一版他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就是说你这样子截完之后 其实你放到其他软体里面去看 有的时候他还是会保留剩下来的页面 就是不一定你这样子裁完之后 你传到其他App 他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你在其他App可能还是会看得到剩下的网页哦 所以要传给别人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以上呢就是所有iOS 18.3的新功能 那最后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一些问题修复还有电池电量的部分 就是这一版呢我有发现有一些卡顿的部分是有被解决 例如说我之前开相簿啊 或是开那个语音备忘录的时候 他都会卡住 每一次哦 就是我只要按语音备忘录 他进去就是卡住 然后我一定要把它滑掉 然后再重来才能用 然后到这一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例如说我现在开语音备忘录给大家看 对进来就是就是正常 那再来续航力的部分呢 我的iPhone 16 Pro Max更新到iOS 18之后 我觉得他的续航力有变得蛮不错的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充电的次数就没有以前 就是iOS 17那么夸张 但是详细是为什么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 现在更新iOS 18之后去航力目前的表现 目前我是没有看到太多人抱怨了 大家比较常抱怨的是相簿的部分 因为我在上一部贝塔3里面有讲过说 我现在对相簿这个界面是有点 要怎么说就是我觉得他设计的 跟原本的逻辑不太一样 然后上一部就有一个留言 他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 他现在相簿设计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点到 例如说我想要看截图好了 我进到截图 他的方向就是跟原本相簿的主页是不一样 他是往下滑才是越久 然后主页的话是往上滑越久 所以这一点我就是 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 那有一个观众他就说 现在他们的逻辑 就是你往下滑他就是关闭 大家有发现吗 你往下滑他就是回到上一页 他说这个逻辑呢 适用到现在所有 几乎所有他们的那一件App 就是之后都要用这样子设计的逻辑 他往下滑就是会比较方便吗 就是蛮直觉的 你往下滑这样子 就很快是没错 但是呢 他这样子设计 其实是为了让你 不要在这个画面停留很久 例如说你今天只是想要看一眼的话 其实这样子是蛮方便的 但是因为相簿这个东西 我就是会在里面停留很久 那我就会觉得说 他现在设计的逻辑 就是跟他的主页设计的逻辑 就是不一样 那我有的时候停留很久 我就会忘记自己是在主页 还是在这个里面 那我就会错乱 我就会想说 啊我现在是往上滑比较久 还是往下滑比较久 就是这个小小的细节 大家有听懂吗 就是让人非常的困惑就对了 有些人还会跟我抱怨说 就是他们为了不想要使用这iOS 8的相簿 他们就不更新 我觉得也是 其实说实在也可以理解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也不能用AI的话 如果你是14或13甚至是15数字系列 你就是不能用AI的话 那更新iOS 8其实功能不是到那么多 那不更新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不知道大家 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怎样呢 你们会不会 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新iOS 8 会不会就是为了相簿的关系 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那我们今天呢 iOS 8.3的真实版更新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